送 送 道 這個道字喔 看起來很像送吧 唉 就有時候沒有看試文喔 一下就亂 這個魯的女生倒寫得乖乖的 她的女兒每次都翹好高 圣 圣寫得很像7 哎呀實在是不太規範 所以我都講說 如果你有辦法稱為大書法家 就隨便你寫 自然會有人幫你解釋 在你沒有稱為大書法家之前 你就乖乖的寫一點規範一點的字 不要在那邊想說 哎呀人家都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 那等級差太多了 有時候我們講說等級差那麼多 如果你好意思說 要人家跟人家一樣的福利 對不對 哇這寫得好扁 福利啊要對等啊 好 我這寫錯字哦 寫完才發現錯了 嗯它這個是 這不是 這應該是一些乙字啊 乙字 乙式嘛 一次 那布呢 布又來了 它的布實在是長得實在太可愛了 跟一般書法家寫的布都差好多 人家都跟人家布一樣 好啦所以這裡面看到從 很重很重很重啊 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來越輕 然後打開然後變輕 所以像這種叫做 輕重的節奏性啊 要寫出來 再拉開了 然後這邊寫得很硬 然後這邊拉得很開 但是它都屬於這重的 你就把它寫重的 然後下面人語 人語就寫得 拉拉拉拉拉 輕鬆的 有沒有輕鬆 你要把那個 輕重啊 那種節奏啊 要分出來 不要以為它只是一堆 亂掉的繩子 它的繩子是有設計性的 有想過怎麼安排才會美妙 不是隨便亂排一通 好 椰 椰比較乾喔 椰寫起來喔 椰寫起來喔 椰寫起來很擠啊 椰 椰的話就開始 比較 濕 比較濕 濕 濕 濕當然你也可以寫慢一點 讓它看起來說 好像那個水啊 正在慢開 好 拉開 加重 翹上去 然後 這個鵝其實有點像騎 騎這邊再凹一下 因為它沒有凹啊 我們就認定它是鵝 所以它很多字其實 真的有點 有點看不太懂啊 因為太 跟其他的字啊 太過接近了啊 這個壓得很重 拉得很高 然後 繞圈圈 圈圈偏右邊喔 不要繞在正中間喔 然後這個沒有草書字啊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 它只能把它 乖乖的寫 感覺就寫行書啊 其實這真的只有這個字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找不到這個字 有沒有草書可以寫 完全沒有 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都沒有想到 這個字 哎呀 所以那個字要變 真的很難變 行書也一樣 草書也一樣 連凱書都一樣 完全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差別 好 這裡是乾刀 聖結 這個長得都很像漆啊 實在是 實在是受不了 其實聖有另外一個寫法 草書寫法 它跟漆不一樣 哇 這邊都做破破的 破破的 破破的就破破的喔 原則上它寫字 大部分都是凝結啦 偶爾會破掉 那偶爾為什麼要破掉呢 破掉基本上也是一種變化 有時候如果說你的筆啊 從頭到尾都不破 會覺得說有點假假的 因為毛筆嘛 毛筆嘛 毛筆是毛做成的 為什麼都不會破呢 所以 書法家在寫的時候 不管鑽利行草 常常會有時候 故意把它弄破 所以古代 有一個理論 叫越破越完 完是完整的完 破就是比破了 可是看起來反而 越完整 因為有破筆才會顯得自然 如果從頭到尾都不破 就好像那個電腦打印出來 會覺得 嗯假假的 怎麼都沒有毛毛的編呢 寫字本來就應該有毛毛的編 那怎麼毛筆都不會開插呢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追求說 把毛筆寫的 很像電腦打印出來 其實這是有問題 上面有一點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喔 有時候 如果上面那個字 重複念一次 會有多一點一點 上面那個字是一字 但是這個結 我就不曉得 它有沒有這個意思 有時候要從上下文藝 文章我實在是不專長 國學我實在是不太專長 很多東西還蠻高深的 我們也搞不清楚 簡單的會 太複雜了就不會 扁的 好 那上面這個 剛才沒有沾末 那下面這個呢 這個有沾末啊 還蠻濃厚 那有些人說 老師我的末不好啊 好像看不出來 這是沒辦法的事 末不好本來就看不出來 我的也看不出來 紙不好也看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人寫字會追求筆 筆 筆是一定追求啦 末 紙要紙末相發 舒服說的 那沒有辦法 紙末相發是最舒服的 就可以看出很多層次 像我這個層次也看不出來 只是隱隱約約 你大概知道說 我是有莫多莫少 乾燥的或是粗糙的 這個字啊 出現很多次啊 所以他一直在講求一點變化 所以變到後面 這裡其實是用穿插法 所以穿插法 它自己本身是一個字 對不對 但是利用利用到一個分字 把它擠進去 變成兩個字和一個字 那這樣它的效果就跟前面不一樣 這個在黃庭間的字鐵裡面 經常出現 連形書都會喔 你不要以為只有草樹會這樣穿插 它連形書都這樣玩 好下面都乾燥的 乾燥去檢查一下你的毛筆 到底是濕啊乾的 這種就是隨時要保持的敏感度 靈鐵的敏感度 它乾你就乾 它濕你就濕 它長你就長 它短你就短 它細你就細 這個就是一種靈鐵的訓練 訓練出隨心所欲的能力 不是說你靈鐵靈得多好多好 不是 而是看你的隨心所欲能力到什麼程度 這樣你在創作的時候 才會技巧才夠了 才不會左出右 對 才不會撤走 哇這個寫得很重 重就是 堆疊堆疊堆疊 疊疊的一層一層疊下來 這種情形很多 我覺得那叫 爭折的爭折 那種感覺好像 一層一層疊疊疊疊 擠壓造成的一個視覺效果 現在是水多的喔 水多的就去沾 寫字齁 有時候怕沒有水氣 沒有水氣就是乾枯的大地 看起來觀賞者就會不舒服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有水 或一定要沒有水 而是整片裡面一定要有些水分 有水分的地方 也有乾燥的地方 這樣才符合大自然的運作 哇這個字嚇死我了 連扭的太多次了吧 所以你看這個如果是初學者 其實真的不規範 初學者如果這樣子扭 扭到最後就會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東施孝平 你會覺得這樣扭好好看 其實扭多了你就知道你很噁心啊 基本上黃庭間還是適可而止啊 他不會一直扭 左邊的又比右邊來的乾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比乾的還濕的 盡量做到還原 這是重的 然後乾了以後他還強烈摩擦 所謂強烈摩擦就是 用那個乾筆還是在紙上做那種 扯 有點 跟紙筆互相摩擦 互相較量的一種效果 互相較量 好 那這裡又開始濕了 濕了就去沾點末吧 那這邊是挺得非常的直 那這邊頂上去 下來 拉下來 又抬上去 這邊又趕快又開始做那種放鬆的動作 那這邊又撐出來 這邊姿態又斜的 那這邊上去 這邊要靠近喔 那大小要調好喔 大大小小小小小小道道 書法的原則其實真的是蠻簡單的 但是在這簡單的原則 你就很難去組合啦 大小粗細長短快慢 遠轉方折 一下就念完了 但是很難表現 一個字比較乾 比較乾就比較乾 寫的有點怪 我發現它繞來繞去 它連旗筆都要繞來繞去 所以它的用筆確實 非常自由 濕氣來了 有濕氣有濕氣 水多一點 不然沒有濕氣 要有警覺性 點 散落地的珍珠 疏密不一樣喔 不要搞得都一模一樣了 那就無聊了 上面寫得很長 拉得很歪 開 好 決定 抬上去 抬高高 壓低低 點 再點 收緊緊 這個沒有張開喔 然後旁邊開始歪斜了 開始歪斜 歪斜 歪斜 把一些 一些 齒 擠到上面去 讓它變成一種組合字 本來是三個字 那通通擠在一起 感覺好像變兩個字 這種組合啊 在草樹裡面 經常出現 離這邊 不太濕啊 有一點點而已 一高一低 其實這種字啊 基本上都是外型啊 基本上都被拆解了 跟原本的那個造型啊 有 強烈的 差異性喔 所以就不太贊成 初學者來學 確實有點差異性 你會覺得說 哇怎麼造型 可以 東扯西扯 到最後你搞不清楚 原本的造型 是怎樣才是對的 哇這錯 你就會把錯的當對的 錯解它 好這邊都乾的 而且看起來又 有點摩擦性 這個又濕的 左邊一點 右邊一點 拉著你看